2024年8月24日第一批榴莲鲜果从马来西亚到中国 破天荒第一次印榴莲鲜果到中国 马来西亚榴莲将来的走势是怎样 我们一起谈谈以下几个要点 马来西亚榴莲鲜果首次进入中国市场 意味着马来西亚榴莲产业 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中国拥有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 它们对高品质热带水果的需求日益增加 榴莲尤其是马来西亚的Mussan Ting 在中国市场的潜力巨大 这不仅能够大幅增加马来西亚榴莲的出口量 还能促使相关产业 如包装、物流和冷链技术等领域的发展 随着更多的销售渠道被打开 马来西亚榴莲产业将能够更加多元化 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同时扩大其全球影响力 榴莲生果的出口 需要确保在运输过程中 保持最佳的新鲜度和质量 这对整个供应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由于榴莲果肉柔软 且容易受到温度和湿度的影响 果农和出口商必须使用先进的保鲜技术和精密的物流管理 以防止榴莲在运输途中变质 此外 冷链物流的完善程度将直接影响榴莲的口感和市场接受度 因此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升级是关键 顺合一环节的失误都可能导致质量下降 进而影响品牌声誉和市场销售 因此果农和出口商在拓展新市场的同时 必须不断优化供应链 确保榴莲在到达消费者手中时 依然保持高品质 价格波动风险对消费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随着马来西亚榴莲出口量的增加 本地市场的供应可能会减少 导致榴莲价格上涨 这意味着消费者可能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来购买新仪的榴莲 反之如果出口量下降或全球需求减弱 供应量增加价格可能会下降 消费者则有机会以更实惠的价格享受榴莲 因此市场供需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钱包和购买决策 随着马来西亚榴莲大量出口至中国 新加坡市场的供应量可能会减少 这意味着消费者将面临更高的榴莲价格 对于消费者来说 他们可能需要为相同品质的榴莲支付更多费用 或者忍受较低的供应量 对于榴莲经销商而言 他们可能需要调整进货策略 寻找其他供应来源 或者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重新评估销售策略 以应对可能的市场波动 出口中国确实可能为马来西亚的榴莲果能带来可观的利润 尤其是在中国市场对优质榴莲需求强劲 且价格较高的情况下 由于利润丰厚 更多的果能可能会考虑扩大种植面积 或者新手也会被吸引加入榴莲种植行业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投入这一行业 市场供应增加 可能会导致未来榴莲价格的逐渐回落 利润空间也可能因此缩小 此外榴莲种植本身需要较长的投资周期和较高的管理要求 果能必须考虑到市场分线 生产成本和长期回报 而不是盲目根分种植 因此尽管榴莲出口中国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果能在扩大生产或新加入者 在投资前都需谨慎规划 长期市场战略对于消费者来说 既有好处也有挑战 如果果能和出口商能有效 平衡出口和本地供应 消费者将能够在市场上继续享受到稳定的榴莲供应和价格 然而如果战略重点过度倾向于满足中国市场需求 本地市场可能面临供应不足和价格上涨的风险 这对消费者是不利的 对于经销商来说 他们必须在利润最大化和维护本地客户关系之间找到平衡 一些经销商可能会选择优先出口高利润市场 而另一些则可能选择保留部分货源给本地市场 以确保在国内仍然有稳定的客户基础 这种选择将直接影响到本地消费者的购买体验和市场的整体健康发展 如果我是榴莲经营者 我肯定会希望官税减少 因为这将直接降低出口成本增加利润空间 并使我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较低的关税还可以让我的榴莲在目标市场 如中国以更有吸引力的价格销售 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另一方面如果我是消费者 我也会倾向于官税减少 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到进口榴莲 官税减轻不仅能让更多人享受到优质榴莲 还能促进市场的多样化和健康发展 总的来说官税减少对精英者和消费者都是有利的选择 随着榴莲生果出口的增加 马来西亚可能需要进一步发展与榴莲相关的产业链 如加工 包装 物流等提升整个产业的附加值 总的来说马来西亚的产业链发展对本国是有利的 而中国对马来西亚的友善关系背后则有着多方面的战略和经济考量 各位在榴莲界的朋友 榴莲是世界上少有的水果 而且是季节性的水果 如果你看到机会和商机 千万不要迟疑 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这就是世纪难得一次的机会 你可能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祝你们好运 Good luck Good luck